大家好,现在这个视讯呢就是向大家演示一下怎样在OS10作业系统当中运行宣言键外转穷之飞 我们这里我没有测试过除了Crossover和One Skin以外的其他虚拟工具 Crossover是我测试运行,我已经能够运行宣言键外转穷之飞无故障运行的一个方法 你需要先按照视讯当中的指示建立一个全新的包头,然后安装Steam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定要在安装Steam的时候将其语言选成英文 不然的话,它的界面文字渲染方式会导致所有的汉字都会显示成方框 对,就是在这安装的首选,选完然后直接运行 请确保您的网络连线一切正常,这样的话Steam才可以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这里要说明的是,您的穷之飞必须是Steam版本 不然的话,您会发现您的产品授权起用次数会被浪费干净 这是Sony防盗版的一个可悲的现状 而Steam版本不存在这种问题 就如同刚才视讯里所示的那样,您将DirectWrite自行渲染给它关掉 然后我还建议关掉Steam Overlay以换取一些游戏效能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在渲染模式被关闭的情况下 这个游戏视窗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中文字了 于是就可以把语言再改为繁体中文 最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你需要手动重新开启Steam 之后就是游戏的安装 只要你有买穷之飞在你的当前的Steam账号 就可以连线下载安装或者还原您之前的游戏备份 我这里选取还原备份的方法 我在Windows电脑上面将游戏备份到另一块外接记忆棒上面 然后就直接转到我这个系统过来 需要说明的是Mac OS X系统从杀猫开始 针对档案体积的计算方式由1024进位变成了千进位 所以实际上呢 我是趋向于建议您在系统当中预留超过27G的储存空间 用以安装穷之飞 有鉴于荧幕录制软体的局限性 接下来的游戏过程 可能我将会用iPhone来录制 基本上这个游戏对MacBook的显示卡要求 我建议是至少Iris Pro 当然13英寸的Haswell晶片组的MacBook Pro 它配的是Iris 5100应该是吧 用全低效跑穷之飞 因为1280x800的画素面积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我其实这台13英寸笔电是借我朋友的来测试的 我自己的笔电是15英分 带NVIDIA GeForce的独显 1440x900画素 开全特效没有任何问题 你忘了带什么走吗 你忘了带什么走吗 我 走吧 我 我不能离开 其名为这村子牺牲了这么多 大家都死了 我办不到 五月 我怎么可以把他们抛在脑后 过自己的日子 谁让我活着 你和娘 让你笑着过日子 我可以吗 走吧 这次Steam版《穷之飞》就战斗系统而言改很大 但是个人认为不再像首发板那样令人手忙脚乱 不过 鉴于我没有多时间花在这些链级上面 所以我用了存脑修改器 倒是这个战斗系统有些格斗技的发招方式 有点类似于The King of Fighters 旋软的样子 你需要戳记呢 现在我要来换我自己的笔电来测试《穷之飞》的画质 我刚才有讲过我的笔电用的是NVIDIA的独显 Crossover其实对这些游戏的优化效果还是蛮赞的 我测试了One Skin 感觉效果实在有些不太理想 其实Crossover是商业应用 它是需要花钱买的 如果实在不想花钱的话 我强烈建议各位 每个人都要去联络大宇资讯的总部 请求他们为穷之飞新增OS10的支援 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最终足异电玩的时候 在这里面选择这个Target Platform 目标平台 直接就选择MacOS 10 而且一定要是64美元 这样一来 将仙剑其他转6、轩元件6和穷之飞这三款电玩 转移到MacOS 10 只要是Steam版本已经完备的情况下 就只会有测试成本 而不会对研发造成太大的负担 于是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大宇资讯 要不要愿意给大家这么一个便利 因为Unity引擎在OS 10和iOS系统上的表现 总体上是比Windows要强的 纵使现在大宇资讯现在换了Unity5 使得穷之飞的效能在Windows系统上也有所涨进 但是我仍然忘不了 轩元件6刚刚问世的那个时候 我测试它免费的试玩版在OS10上面 我同样用CrossOver测试 那个效能是比同样一台电脑 我用Bootcamp装Windows带轩元件6带不动 但是在OS10下面流畅运行 我记得非常清楚 于现在这个结果让我觉得 我在决定等到Steam版问世的时候才买一群 是非常值得 当然我之前有说过我接触过首发版 那是因为我在我朋友的电脑上面试着打了一两句 先天侠转6我是有买过正版的在北京邀先的签诉会上 但是那不是给我玩的那是给我一个朋友玩的 我自己呢我在等先天侠转6的Steam版本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在我15英寸的独显笔垫上面 全特效的效果 当然贴头除外除了节省显示进行器的高贵 但是光影效果之类的全部都是开到最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非常不错 更高兴的是实际上One模式下 它还可以允许你使用小兴所研发的游戏外挂 这外挂对于那些没有时间链击 但是却又想体验熊之飞的游戏剧情和迷宫体验的人而言 这是非常好用的工具 说到熊之飞的我的感觉就像是 虚然间很久很久都没有这样优秀过了 剧情都很耐人寻味 而配乐呢毛兽这次就配乐职能而言做的是非常不错 当然这个音乐在具体的安插到游戏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大概很少一部分比例出现的 比较满横的一个安插形象 很多游戏主题曲的安插时刻 它的那个安插方法让人感觉 本来可以做更细致更贴场景的配乐 但是你却直接就塞个主题曲进去 就觉得烘托一下场景就完事了 这是非常潦草的态度 幸运的是毛兽的星链 那几次安插的场景都是非常不错 恰到好处 刚好烘托剧情满赞 我的解说大概就到这里 总之我已经演示了最直接的在OS10上面玩Steam的方法 如果你们实在不想 所有不想买crossover的玩家 我建议你们向大雨资讯请愿 让他们就像我刚才我所提到的那样 在主义游戏的时候 将OS10的distribution也一笔做出来 北京软心仙剑较转6那边 目前暂时还没有任何MacOS10的测试程式师 但是呢在大雨资讯总部呢 爆红球是负责轩元件老电玩 往iOS系统上转移的程式师 自学的程式师 它是 它自己是有一台Mac电脑的 所以说要是轩元件要是出Mac版的话 至少它是可以负责测试 无论如何希望大雨资讯能够认真考虑这个可能性 毕竟研发成的时代不太高 而且就测试而言 或者我可以说 你读一出来只要一开始能运行就可以 然后放公开测试 让玩家自己在Steam上的资源 这毕竟Steam也允许玩家 看公司之间达成就是一种 玩家参与测试并反馈的这样一个模式 大雨资讯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这个模式能够成功的话 兴许还能在省开一笔测试里面的准备 好了 结束大概就到这里 剩下来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剧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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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咦 原来你是那该死的轩辕士专序的传人 时候快到了 别在这里跟他们好 快带着这姑娘回去 向主子教人 闭嘴 爹 techniques 闭嘴 ann 闭嘴 呀 呀 哈 一下 我要杀手 轮不到你的出手 撤